欢迎收看投资应总经 我们分享总体经济与投资趋势 有深入浅出的方式 希望带给大家不一样的想法 第一集要来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 中概股大崩坏 谁才是超级受灾户 最近中资股市值大蒸发 根据财讯双周刊的统计 中概股从今年股价最高点到现在 大约蒸发了1.9兆美元的市值 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 从二月最高点到现在几乎腰斩 我们一一来看个股表现 一样从今年2021年股价最高点以来 龙头腾讯股价下跌了39% 市值蒸发将近3800亿美元 其次是阿里巴巴股价下跌31% 市值跌了将近2300亿美元 接着是拼多多美团以及快手 若是以跌幅来看 补教业的好未来跌了93% 新东方跌了90% 如果再加上高途在线 三家在美上市的补教业 至少蒸发了千亿美元的市值 整体而言每一家都跌得很惨 但是以市值减少的金额来看 腾讯真的受伤很严重 看到这里你可能会以为 中国发生股灾 受伤最重的是中国投资人 但是透过中资股的大股东结构 你会发现 受灾户和你想的不一样 前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 8月4号接受CNBC访问时说 美国的退休基金是最大受害者 相关股票暴跌导致约4000亿美元的亏损 这也代表着 许多人的退休金也卷进了这场风暴 刚刚我们盘点的 中资市值减少排名的宝座是腾讯 跌幅的排行榜 前几名都是补教业 其中新东方跌了90% 最大股东又是谁呢 其实是大名鼎鼎的 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GIC GIC目前持有新东方超过5%的股权 在今年2月 股价高点19.6美元的时候 这笔投资高达17亿美元 但是在新东方股价暴跌后 GIC没有跑掉 投资只剩下一亿多美元 账面损失高达15亿美元 由此可见 中国的政策风险 就连新加坡这么了解国际政治的国家都没有料到 而新东方的大股东 除了新加坡GIC 第二名是美国的David Selected 管理资产高达260亿美元 目前持有4.1% 接着是ETF大户 包括先锋 黑石等等 都佐证纳瓦罗所说的 外资损失惨重 补交业除了新东方 好未来也是套牢了一堆外资 最大股东是摩根什坦利持股13% 好未来2月时市值达586亿美元 现在剩下35亿美元跌幅94% 如果没有卖的话 账面损失也接近70亿美元 也就是说 这一波的下沙 其实不少基金与外资都在补教业栽了跟斗 股市投资本来就是有赚有赔 但市场面对损失惨重 这些投资大咖是如何应对的 来看看他们做了什么 也可以作为我们小散户的操作参考 第一位我们先来看看 有女股神之称的Kathy Wood 其实这一次她也看走眼了 规模200多亿美元的旗舰基金ARKK 在2月还有8%的中概股 不过在7月初 滴滴一出事 木头节果断出清 并指出 中概股必须重新估价 果断出场的行为 不仅显示中资股难以预测 也为投资人做了危机处理的示范 另一位长线投资人 神级指标Belly 这一家苏格兰的投资基金 去年还是特斯拉的最大法人股东 投资期长达7年 光靠特斯拉就大赚了2000亿美元 去年陆续减持特斯拉 加码莫德纳 现在是莫德纳的第一大股东 而莫德纳今年大涨2.4倍 又让Belly进涨了百亿美元 Belly的传奇说不完 也分别是腾讯阿里巴巴的前五大股东 光靠这两档中国最大的科技股 他近年的获利十分可观 或许也因为这样 Belly陆续投资中概股 尤其是腾讯有许多转投资公司上市 例如美团 快手 腾讯音乐 Belly也是大股东 同时也是拼多多的第一大 好未来的第二大股东 持有好未来8.5%的股票 粗不估计 这一次他持股蒸发的市值大约46亿美元 但是像Belly这种神级的长线投资人 未来会如何处理中概股的投资 也很值得大家继续观察 最后我们来看软银的孙正义 他与Belly同样被定位为长线的投资人 他曾因为看对阿里巴巴而大赚上千亿元 软银也是蚂蚁金服 滴滴出行的大股东 不过也是中国政策风险的超级受灾户 2019年 软银才斥资118亿美元 买进滴滴的两成股权 而如今已经大赔约40亿美元 孙正义在8月的法说会表示 在新法规的影响明朗之前 将采取谨慎的态度 而截至今年7月底 中国企业占软银的愿景基金 约23% 但是孙正义已经在踩刹车咯 总结来说 这一波中概股崩盘 我们发现了两件事 搞了半天 原来以为受灾户是中国自家人 但我们把大股东摊开来看 最后留下来洗碗的 反而是这些外资 第二 从2018年川普对中国发动贸易战 对华为的制裁 让这些中国公司尝到苦头 这一次中国政府出手 除了涉及内部的斗争 看似在打自家的小孩 其实也有报复外资的味道 没有人知道 中国的政策风险到底何时才会结束 具有指标意义的腾讯 阿里巴巴的现行还未盘底 这场中国的财经大戏还有得瞧 建议投资人要谨慎至上 今天的投资印总金到这边搞一个段落 喜欢这个节目的观众不妨帮我们按赞 订阅加分享 对于这次中代股的崩叠你有什么想法呢 你会学木头姐的果断出青 还是像贝利一样继续观察呢 留言告诉我们吧